挨骂之深夜不准上桌吃饭 郭契林真的是郭德纲亲生儿子吗 2012年月云鹏举办相声专场 郭契林以助演神份在台上表演阴阳五行 不过这场演出反响极为平淡 问题出在郭契林的选题上 阴阳五行虽然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代表作 但因为台词内容比较有深度 一般只适用于小剧场 如果放在大型专场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容易冷场 意识到事物的郭契林诚恳道歉 但郭德纲显然没打算轻易翻篇 他不仅将郭契林痛骂至深夜 一句蠢子无知糊涂至极 无异于将郭契林公开处刑 不过是一场演出至于让郭德纲大为动怒吗 况且当时在台上的不止郭契林一人 而这早已不是他第一次遭遇不公平待遇 虽说郭契林表面上是德运少爷 实际却处于食物链最底端 每当饭店家里满当当一桌人 郭契林却只能站在一旁流口水 这是郭德纲给他定的规矩 只有等到食兄弟吃完他才能开动 所有人吃饭的时候郭契林是最后一位 到今天郭契林吃饭一来问 这我能吃吗 就是这些人不吃了才到你 另外郭契林特别爱吃肉 属于一点青菜都不愿意吃那种 郭德纲为了治他挑食的毛病 给他加整碗青菜让他蹲角落吃 起初郭契林还能撒泼抗议 但看到父亲无动于衷后 只能含泪吃青菜 什么他让我吃菜 把白菜倒到我的碗里 大家都有椅子坐 而我只能坐在楼梯上 一个人吃我不爱吃的饭 随着郭德纲的教育方式容易引发争议 但背后藏着的却是为人妇的一片苦心 那郭契林在台上犯错来说 郭德纲先是表明自己对相声的态度 紧接着劈头盖脸将儿子教训一顿 这份操作下来 连观众都不好再责怪郭契林 在郭德纲看来 从小演家管教 将儿子皮性打磨成形 他就能在外面少受欺负 而这种耳提命命的教育 不外乎两种结果 一是产生逆反心理 二是温和谦逊 郭契林显然是后者 在郭德纲持有的打压教育下 他不仅没有走偏 还养成了八面玲珑的性质 郭契林情商有多高 他这一柜直接为岳云鹏找回场子 2018年德云社举办师徒父子相声大典 在反场表演时 观众起哄让于谦唱歌 不过傲娇的于大爷并没有答应 一旁的郭德纲示意岳云鹏上前求唱 和热闹不嫌失打的观众 直接让岳云鹏跪球 岳云鹏赶鸭子上架 只能顺从下跪 不过当时的岳云鹏 早已是人尽皆知的小岳岳 多少有点偶像包袱 所以在起身后 他连着嘟囔了两句 我哪有脸啊 只是他的抱怨声 被掩盖在观众的叫好声中 没以来这场插曲到此结束 没想到郭契林上场后 尽职掀开大褂 跪在于谦面前 等到被扶起 他才轻描淡写表示 以为自己也要和时哥一样跪球 而目睹全程的岳云鹏 脸色终于开始阴转情 对于岳云鹏来说 台上下跪不算大事 但以他今时今日的地位 实在有点丢面子 没想到他这些小情绪 全被郭契林看在眼里 并且一一化解 而郭契林对细节的把控 并不止于此 因为任周品就曾大赞 郭契林的品性 两人在合作期间 郭契林不仅会将 吃完的餐盒收拾干净 就连打扫桌子的工作 也被他包揽 最令周品印象深刻的是 某次就餐中 外卖袋中的油洒在地上 郭契林的第一反应 是身手去擦 这直接颠覆了周品 对新二代的想象 说到新二代 你一定不敢相信 郭契林至今 都没有自己的房子 他曾在节目中 透露自己租住东四环 但每天会去西四环健身 东四环开车去西四环健身 但这一天 我要先开到东六环 学生乐 再从东六环 开到西四环去健身 然后再回到东四环 没问题 为什么不在东四环健身 他的理由很接地气 因为西四环办的卡还没用完 不能浪费 而他租的这一套依据室 室内不仅没有多余装饰 就连洗澡的喷头 都是他货比三家 下单的便宜货 如今的郭契林被贴上 通透豁达千杯等标签 那么他真的有这么完美吗 被骂哭的郭契林到底无不无辜 2016年20岁的郭契林 参加综艺新厨驾到 与一众明星大咖进行厨艺PK 而意外则发生在达分环节 当郭契林将做好的虾球 端置评委台 评委只扫了一眼脉相 便反问郭契林自我感觉如何 但评委接下来的动作 却让在场嘉宾始料未及 自己做的菜被当垃圾倒掉 郭契林直接吓到不敢出声 最终还是贾玲站出来 将局促不安的郭契林带回厨房 面对众位长辈的安慰 郭契林终于绷不住 掩面痛哭 那么站在客观角度来看 评委错了吗 在我看来尽管评委行为惹争议 但他说的话却句句在理 你有这么多干姐姐 你有这么多干妈妈 你从一开始 从第一季到现在第五季了 每一道菜 都是你这些姐姐 妈妈帮你完成的 由于父亲郭德纲的人脉通天 郭契林受到不少亲戚照顾 比如干妈王林 秦海璐 干姐姐贾玲 所以每次在烹饪环节 郭契林都能坐享其成 但这无一违背了节目的初衷 如果说20岁的郭契林 躲在长辈身后 是因为年纪太小 那么4年后的网红风波 郭契林的表现仍然不尽如人意 当郭契林被某18线网红爆料 约完不认账 不少吃瓜群众都等着郭契林回应 但他毫无动静 只是郭契林不回应 他背后的德云社区 忍不住帮他出头 首当其冲的就是 德云社相声演员孙九芳 他借表演暗风 有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也许是担心观众不懂自己的意思 他还补充了一句 我说的是谁 你们都清楚 另一相声演员李云天的指向性 则更为明显 他说杜甫过生 日礼白没有卡点 杜甫生气导致两人闹白 而外云接连下场的后果 是德云社口碑受损 毕竟再怎么内涵暗风 都不如当事人亲自辟谣来得高级 那郭契林为什么不发声呢 虽说郭德纲的打压式教育 让郭契林成为高情商天花板 但也让他往讨好型人格靠拢 他曾透露 自己不仅过分在乎外界感受 甚至不敢说错话做错事 如果是这样 也许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他遇事选择隐藏自己 只是想要在娱乐圈立足 还是得学会独当一面才好 华大胐 我训矩 我都能尽不兼人 我希望用营质 我希望你能让你领导